現在要來練習一下預告片 那首先我們一樣來計畫這邊 那新增 那之前我們已經做過影片 現在要來練習一下預告片 那存放的位置 OK 它預告片有很多不一樣的主題可以用 那它原則上是每個主題裡面的東西是固定的 那它也可以看它的 它一樣可以看它的完成的效果是怎樣子 好,那假設 好,我們選擇一個東西來看一下 好,友誼好了,二到六個人 那它裡面會有適合的演員人數 那假設我們選擇的是友誼這個 好,那我們就把它寫製作 那預告片裡面它的素材庫這邊還是不編 編輯區都不編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大綱故事畫板跟分鏡表 好,那我們先看大綱好了 大綱就是它可以有一些影片的名稱 那你移過來的時候這邊預覽的地方 就會顯示這個方式 然後發行的日期啦 然後會有角色 那值得注意它是剛才顯示是三到六個人 所以它這個後面還可以再加人數 那我們先不加 我們先看一下它整體的狀況 那有製片商 那有 它可以選擇你不一樣的東西 比如說陽光 那它這個陽光的效果就是這樣子 那待會再來看這個 然後底下有製作人員 好,那故事畫板的部分 它就會有一些預設的 那它有 它會跟你講 每一個它的樣板的時間的長度會放多久 那它裡面的配樂是它預設的 那當然你點這裡的時候 那點播放的時候 就是它會依照你這裡打的字去做預設播放 比如說 那你把那個 這個 游標移到前面來的時候 嗯 等一下 那 它的特效就是 看你要哪一種 哪一種特效 所以這個特效會是不一樣的狀況 那它預設就是這些 可以讓你選 好 那 我們選普攻印好了 好 好 那這個名稱就可以看你自己設 我先把一些基本的 指這個都是 而不需要比較特別的東西 好 好 好 這裡我不改它 好 就是 其實這個也可以來 看你要怎麼改 那它就是 會不一樣 那這個你就可以改 那這個你就可以改 比如說 那它可以選擇男性或女性 那我是不知道這個男性跟女性會有什麼差別 但是它就有提示我們就這樣選吧 那它這個人物大概就是你一開始的時候就要依照它的設定來去做取材的動作 所以就是說 你要做拍攝這個影片之前大概就是要先想好你要套用哪個預告片 然後再去做取材的動作 不然會蠻麻煩的可能有一些鏡頭都會重複 好 我先暫時依照它預設的指填入三位 這樣我們待會會比較容易去了解 好 那樣是 好 那 這些 這些是可以改了 那 我比如說 這個你去改的時候會發現它上面那個 這個結束的時候的地方就會跟著改 好 那 大概就是這樣 那其實這個 看你怎麼樣 但是有一點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這個電影公司這邊 顯示的卻是導演 它不是 不是我們一開始製片商的名稱 所以還蠻奇怪的 嗯 這一點是比較特別有一點問題的地方 好 那就 這部分也沒辦法就是這樣 那 故事畫板這邊它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好 那還有分鏡表 那它分鏡表的地方它就會跟你講 封號有兩個鏡頭 分別是1秒跟0.6秒的 所以它每個人物的 獨特的 的鏡頭都是有一個是1秒 一個0.6秒 所以這個可能你到時候要先記錄下來 好 那這個進來之後我看一下 所以它會有一個 1秒的 你看它一開始就是1秒的鏡頭 然後它底下會有人名 所以表示這個1秒的就是 這個 這個 那這個的話 鏡頭的話 鏡頭的話 它會有 鏡頭跟動作 蹤景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大概會有 這個大概就是最 你看它標示的樣子就是比較近的 的這種照片 那所以說你在處理的時候就可以 處理這種比較近的照片 比如說 好 那我們假設 找一下 好 那找這張好了 那你這張你要切1秒的照片的時候 等一下我先注意一下 你選這張之後 它可以在你的照片這邊 讓你選某一個區段 如果是影片的話 影片的話它就會讓你選某一個區段 如果是照片的話 它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就是只是先加進來 那其實加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依照以前的這種編輯的方式 去把 我們通常就是以靜態的 就不去做這種變動 所以我們這個採檢的時候 就是採檢到你要的人那裡 那裡 假設我 所以你看這個人物 它大概 這邊的人物跟這邊人物都差不多 所以它大概就是 呃 人到脖子這邊 是蠻恰當的 那也是大概啦 就是你大概看一下 怎麼調那個鏡頭 會比較恰當一點 那主要聚焦就是那一位 人物那邊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這個 丟一張之後 你的故事畫本這邊 它同時也會把它是一樣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好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主角的特 特別的效果 那當然0.6秒 0.6秒這邊我們一樣 那我假設是用同一張 看它會丟到哪裡 好 那一樣我是需要去做編輯的 因為我看它好像 比較沒有說複製過來的東西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它同樣是 需要去做裁切編輯 那我把它移過來 那這個是0.6秒的 所以兩次的編輯可能不會一樣 所以它0.6秒 它會填在故事畫本的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把上面的 稍微調小一點 這樣可能會看 看得比較 編輯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看一下 0.6秒 它會填在 喔它會填在這個 0.6這邊 所以它後面是0.6的 好 那我們就可以去 依照這樣的方式 先去把 每個人的東西 個別的東西先填出來 那我現在是想要 我先去把這幾個人的東西填出來 那我們一樣去抓 那你就要選那個圖片 它是它個人比較有 比較特別的特點的東西 好 那比如說 好 那假設 我要選這張 等一下 好 那一樣去做編輯的動作 編輯 那盡量大概 它這個 這個十字線大概盡量對齊這個焦點人物的地方 這樣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這一張一樣我是選 一樣選同一張 因為它的距離就是這個和後面的其實差的蠻遠的 所以它不會有那種故事是有重複看過的狀況 但是每一張可能我們都需要去做編輯一下 不然它預設是整張的 當然你事先先在外面用軟體先採檢好也是ok的 也是ok的 那立香 假設我們選這一張 那我先選進來再來做編輯啦 那它每次選進來之後它就會自動跳到下一個地方去 所以我們可以做 先做一下編輯 那立香 好 所以如果你在一開始就確定的話 你可以做一些 單獨個人的那種 讀照 好 這樣可能會更加一點你的 一些裁切什麼的會更好 所以就是如果有讀照的話會 會更好 感覺是這樣子 那 所以它其實大概是這樣子 看一下 你就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怎樣 那樣子 好 那ok 這樣之後 再來就會有 動作的部分 那動作它會有0.8 0.8 那它是好的動作 好 那我們先來做 動作我先不做啦 好 那我先去做群頸的部分 群頸就是會有三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一邊看一下故事畫板 它會幫我們填進去一些東西 那故事畫板就會比較 是我們主要是看它的整個效果 會跑怎樣 所以 好 然後這個 這個線跑出來的時候 好像就是可以看它從哪裡開始 好 所以大概就會變成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這邊的就是這邊的字喔 那它就可以會有 會有一些東西 好 那它再來就是群頸 群頸有幾個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一個是0.8秒的地方 然後底下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找一下群頸的部分 有一張 因為它這裡分鏡鏡頭是 群頸的部分是有三張 那有一張是1.7秒 0.8秒 1.7跟1.1 所以它分別會分佈在 0.8 然後底下 這邊會有兩張一起的1.7跟1.1 所以你要在這邊做也可以喔 比如說我們群頸部分 我們1.7秒跟1.1秒 我們選擇這張大合照的部分 好 那 那這張合照我們一樣是使用這種 固定式的 因為感覺它自己會有做一些特效啊 我們來看一下它是不是自己有做一些特效 我們先選進來 然後 等一下 好 這個群頸的部分我們先做編輯 好 那我們看它是不是自己有做特效喔 好 從這裡開始播放 誒 好像沒有做特效 所以如果我們加上特效的話會怎樣 Keyboard 然後這個也是我們用這個 好 那我們再看一次 好 那其實這樣的話就是讓它預設值好像感覺會好一點 好 所以 預設值感覺好一點 那 這樣的話 我們就知道比如說這還有一個群頸對不對 群頸好群頸 好 那這個另外一個群頸我們選擇 用 這張好了 啊 用這張好的群頸 好 那其實它都是會去做一些特效的方式 那我分鏡表這邊我剛才發現一件事就是它既然這樣的話 它不會有特效嘛 所以我們的話 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下改變 好 我們來故事模板這邊好了 這邊改 那它不會去做特效的話 那所以我們最好使用這種 呃 這種 的方式 那開始到結束 那開始 一般我們要 呃應該說開始一般會比較大 然後把 結束的時候剛好說到那個人那邊去 所以我們開始要選一下 然後結束 選一下 那最好讓這個十字點 是對齊 呃要做的這個人 那這樣的話會比較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每一招我們先都調一下 好那我之前都用錯了 開始 開始就比較大一點 大概調一下 然後結束 結束這次 比較接近這個中心點就是以這個人這邊為主 那這一張 那這一張 一樣都是使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開始 結束 好 那這樣的話 所以這個會有一個拉近的效果 好就是拉近來這一個人 那這一張沒有 所以這一張他0.6秒的地方 就會沒有 所以我們一樣去做一下0.6秒這邊的一個鏡頭的調整 一樣是使用這種拉近的方式 所以開始我們把它拉大一點 然後結束的時候把它聚焦進來 好 開始 開始 結束這次 好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那個你要聚焦的人是哪一位 所以他中心點就是他 所以他中心點就是他 好 這是這裡 好 那整個這樣子我們來先來故事滑板這邊稍微看一下 那仔細看一下他會拉近 拉近 這樣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 所以他這樣拉近的話就會比較好 那再接著我們 我再來看一下分鏡表 動作我都先不要弄 我先來看 喔 加入風景好了 那風景就是看你去弄的風景 但是 是 我這次去網路上隨便找一張的 那會有中景和遠景的部分 我們 中景和遠景 我們先來看 遠景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 好 那他中景是包含在動作之間 所以就是說這個動作之間會包含兩個中景 那 好 然後兩個動作之間會包含一個遠景 好 所以這個動作原則上 所以他會有幾個動作 第一個 那兩個 那所以這樣是一組 那這樣是一組 那這樣是一組 還有就是最後一個是 一個遠景和中景是一組 好 那底下這邊也是有一組 好 所以他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先來 做一組一組來好了 好 好 所以我們來做第一組 第一次冒險中 那我們來選擇一個影片 好 他是有動作的 然後再取一個中景 取兩個中景 好 好 那我們找一個影片 那這個一樣他有 有 有做過的 他就會 他就會 他就會有一個底下有黃線 好 所以我們先把 中景的 我們先來取一片 好 選這一片 這裡 好了 所以我們先選這個 然後他會移動過來 那你可以選 看看你的景是要哪一個 角色是這個 那他就可以秀出是 這樣 中景 那動作的部分 我是要選 假設我是要選這裡 好 看一下 那 那 結束之後的中景 我也一樣 就選這裡 好 選這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整個 跑起來的東西 看是不是我們要的 好 他就會變成有點像是這樣子 那 其實他這個 我們換一個 然後換比較近的 然後這個最好 等一下我換一下地方 前面 然後 中間 嗯 我想一下 看怎麼會比較好 他這個中景好像 比較不太是了解 他是需要怎樣的狀態 中景 中景 那感覺他的中景也是可以用影片和 呃 動作 所以這一部分 倒是還不是很清楚 好 所以我重新取 取一 取一片 然後 看一下 好 這樣整個就會連貫起來 感覺是比較ok一點 好那兩個動作之間加一個圓景 好那 來做一下 好那我們來這裡好了 好那我們來這裡好了 好 好 好那會有兩個一個圓景一個中景 好那會有兩個圓景一個中景 好像是可以選擇特殊的人 好像是可以選擇特殊的人 圓景 好那我們先來加這一張好了 等一下 這樣 然後調一下 調一下 調一下 圓景 所以我們直接裁切 然後直接這個是圓的 那中的呢 中的 調一下 這個圓景和中景之間好像它是 呃 有在做一些特效了 所以它其實好像 就是類似特效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 欸沒有欸沒有做特效的東西 所以 呃 這樣的話 圓景的話我們可能也是需要做一下特效會比較好 所以 我們 開始 把它拉遠 從近把它拉遠好了 然後 結束把它拉遠 然後把它移過來 好 那中景就是由遠拉到近一點點 所以 開始 開始 是比較遠一點的 然後拉到 拉到中景的部分 好這樣來看一下這樣可能會好一點 嗯 嗯 但是會頓一下 因為 感覺會有一點 呃 不一樣 所以大概 我們 換別張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 假設我 換 換這一張好了 然後換這一張 然後換這一張 這樣感覺會比較正常一點 好那 這兩張圓景跟中景用不一樣的話 感覺會好一點 所以有時候可能要用不一樣的東西 好那其他 那 就是這樣做 那我先大概先把它 教學結束 兩個動作之間 那先 用一張這個好了 動作 跑到哪裡去了 上一步 上一步 這邊先選這個 然後動作是選這裡 然後中景 隨便 然後動作 動作另外一個動作 給我動作 看一下 好 把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用這個 好那整個 確定都做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從頭來 開始看一下 看一下整個做的狀態 那當然我的姿勢都還沒有改 好那整個就製作完成 那製作完成之後 就是跟其他動作 就是你要會出影片什麼的 都是跟以前一樣 這就是預告片